我从来没见过死人回生的 我当然不信耶稣復活了 空坟墓证明耶稣復活 会不会是门徒偷出去的尸子 然后一起说大话 一定是这样 门徒见到復活的主? 他们可能太伤心 太挂着耶稣 产生幻觉 以为见到 其实耶稣哪有復活 欢迎大家收看 逢星期四播放的《信不信由你》 我是梁伟刚传道 临近復活节 今天和大家探讨相信耶稣復活的合理性 就最好不过了 有位护教学者 在一场辩论中曾经有人这样问他 他说 你觉得基督教不是迷信 是按证据去信和不信 究竟有什么证据会令你放弃信仰? 问得好 各位护教学者就这样回答 如果你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復活的话 我就立刻不信基督教 相信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 出自哥林多前书的一节经文 若基督没有復活 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 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没错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復活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相信基督教 相反 如果耶稣真的有復活 单凭这一点 已经能够证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 所有基督徒都深信 耶稣基督在二千多年前復活 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但我们又怎样提供证据 怎样跟未信主的朋友 来解释这个信念呢? 说到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耶稣復活 当代的护教学者 Gary Habermas 可以说是最有权威的一位 他用了二十五年时间 很详细看了超过一千四百份的学术文献 看看历史的记载 很多这些文献都来自非基督教的背景 他得出的结论是 近乎所有的学者都会接受这五大历史事实 包括无神论者的学者 他们都要承认这五件事真的有发生 第一 就是拿撒纳人耶稣真有此人 不是传说 并且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第二 就是门徒相信见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 第三 保罗从前逼白教会 但后来竟然都信了主 第四 耶稣的弟弟雅各从前都不信 但后来又信了主 第五 就是空的坟墓 首先被妇女发现 既然无神论者都接纳这五大历史事实 那就是没有偏见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去解释 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以至有这五大历史记载 有时以来 无神论的学者 当然不相信耶稣復活 所以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尝试解释这五大历史事实 但没有一个理论成功 举几个例 有人说 一定是门徒偷了耶稣的尸 所以坟墓就空了 不要忘记 耶稣的坟墓被两吨的石头挡住 又有士兵守住 有什么可能 所以我们对尸体被盗论的回应就是 门徒手无寸铁 没有可能在全副军装的罗马士兵看守下 去偷了耶稣的尸 况且这个理论也解释不到 为什么门徒见到復活的主 又有人提倡阴谋论 说门徒一定是跟罗马士兵串谋 然后说大话说耶稣復活 阴谋论是要说动机的 门徒说大话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他们被人逼迫 被人虐待 甚至很多最后为主殉道 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 门徒根本没有这个动机 去策划一个阴谋论 他们也不会为一个大话 来致死不屈 有人又尝试用幻觉 来解释 为什么门徒会见到復活的主 我们要留心 幻觉是一个个人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 没有可能多人同时有一致幻觉 何况圣经记载说 曾经有五百人 同时一起见到復活的主 没有可能五百人有同一个幻觉 一个又一个的理论 都解释不到五大历史事实 最后来到復活论 就是指耶稣的身体 真是超自然的 从死里复活 这个是唯一能够解释 所有历史事实的结论 由此可见 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这个不是迷信 不是麻木的相信 而是按着理据去相信 建基于一些广泛被接纳的历史事实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表明祂就是神 证明祂在地面上 一切关于天国的教导都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可信性 亲爱的朋友 邀请你 今年的复活节 我们一起宣告耶稣基督 祂是胜过死亡的位主 祂今天仍然活着 让我们盼望能够面对明天 多谢大家收看 按这一道去订阅以斯拉的YouTube频道 不要错过每个星期的短片 又或者按这一道 看回信不信由你的任何一集 我们下个星期再一起信不信由你 愿神祝福各位